这一路就得辛苦白老师了 您得给我们的广大观众 贡献一下您丰厚的历史知识 因为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 就是著名的汉武帝茂林 对 为什么城茂林的时候讲话很多 那这地方有一个什么 成什么果树 他就觉得这地方是个风水宝地 那我以后没了 我就葬在这儿 给自己建个兽灵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 汉武帝为什么能够选这个茂林呢 当然我们是猜测 可能跟他母亲有关系 因为他母亲就是怀里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块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前去茂林博物馆 同时我们也去看一看 现存的那15个物葬 因为在整个茂林园区 听说实际面积非常大 对 所以我对此题真的是非常有好奇心 也想看一看从林中出土的各种珍贵的文物 另外还帮大家回应问一个问题 汉武帝茂到底有没有被盗 汉武帝常常和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 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帝王之一 汉武帝的茂林也被称为汉代亡灵之罪 史料记录 茂林的地下由地宫 便房 皇长提凑和子宫四大部分组成 是登峰造极的古代地灵建造之一 那么汉武帝的地灵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帝国传奇呢 现在跟白老师来到的就是汉武帝的茂林 一说这个汉武帝啊 大家肯定能想到一个成语 对吧 白老师 对 金屋藏娇 金屋藏娇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著名了 这汉武帝跟随母亲来到了管桃公主家中 管桃公主呢就将家中的这些女眷啊 包括一些美女啊通通的叫出来 然后告诉汉武帝 你喜欢哪个 你就把她带回家娶回去 是吧 但是没想到汉武帝一眼呢 号称就看中了自己的表姐 并且说了这么一句话 倘若能娶她为妻 今后啊我一定给她盖一座黄金房子 这就是金屋藏娇的来历 你知道她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才几岁啊 五岁 对 五岁的小屁孩啊 居然就有这样的念头要娶老婆了 这到底是汉武帝当时的童颜无忌呢 还是说背后有人退国出来 带着这样的疑问 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逛一逛茂林 咱们先看这块碑 这块碑要说比咱俩岁数都大 1962年12月9号设立的 在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古墓葬分类号它是第四号 这是一个什么标子 前三个是谁 白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呢其实是按照时代的先后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性 最早的呢其实是天下第一陵 秦始皇有 皇帝陵 对 当然秦始皇也是排在他前面的 然后呢第二个孔家的墓地 我们称之为孔林 第三号呢 秦始皇对 对 第四号 对 顺着咱们手的方向看过去 直接就能看到茂林的大风土堆 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天汉雄风 以汉武帝的气度和当时国家的实力 应该给他修一条长长的司马道 按照我们的构想呢 两边也应该是十人十马 文武百官 有众多的实相声 对 可你从这看过去 就是一条普通的马路 是 为什么呀 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前馆长给大家 对对对 前馆长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啊 不仅仅是我想发的 对 好多呢我从网上查了一下之后 到咱们茂林来旅游的朋友都会说 好家伙 我花了好几十块钱就给我看这呀 这怎么就这么真的是如此寒酸吗 你这个问题啊 一个就是关于司马道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石像生的问题 我先说这个司马道 茂林呢 它在汉墓里边呢 它是西汉的第四代第五位皇流车的陵墓 咱们边左边说 它在这个历史上呢 它的墓葬呢 应该是西汉陵墓中最大的一座 对 它当年修建的时候 确实有四条司马道 因为它这个陵墓呢 据现在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加上历史上对这个整个的一个记载和保护呢 整个在这过程中有断代的情况 2006年的时候 我们才对茂林地灵的整个的司马道的分布情况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文物调查 我们后来发现 四条司马道的长度 大概都在三至四公里左右 它有四条司马道 对 四面都有 回答你这种石像生的问题 在西汉时期啊 它所有的地灵的前边呢 都没有任何石像生 大型石刻有 您参观完地灵以后呢 您会去我们的博物馆 我们大量的宝贝啊 文物啊 都在博物馆里边放着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要想看啊 众多的文物还得去博物馆看 对 就是 但是具体呢呢 咱们到了人家地方了 既然是败业伟大的汉武帝 咱就得恭恭敬敬 认日真真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当年 它的一个南司马道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它的 第一林园的一个博物馆了 就正式进入它的内城 这个地方是分界线吗 对 不是的 还在 往南还要走 还要往南 它的范围很大 我们虽然在这地方 看不到司马道了 但是我们应该能感受到 我们脚下呢 它的都是文化遗存 为什么这么讲 茂林呢 西汉的这个地灵呢 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 陪葬的一个方式 就除过地宫 放置它的陪葬品以外呢 在外围设置了很多的外藏坑 来放置陪葬品 围着这个地灵的一圈 有一百五十五条 在外城还有两百四十多条 一共有四百条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现在脚下踏的 每一块土地底下 都是外藏坑所在地 所以底下都有大量的文化遗孙 给我把洛阳铲 给我把洛阳铲 赶紧的 赶紧的 我找找 这怎么地上都没个五十钱什么的 茂林这个外藏坑的这个地表呢 非常浅 最浅的一条外藏坑 于现在的地表呢 只有五十公分 半米啊 半米 所以您看了没有 逛任何地方 得有懂行的 那行来给咱介绍 否则的话 只能是看一个寂寞 听一个热闹而已 不过既然来了呢 我也是真的想在地上 找找看看有没有啊 因为看人家的发掘报告当中啊 你看从六十年代开始 陆陆续续的 像什么那个溜金的天马呀 对 像那个很著名的博山香炉啊 那几乎都是老百姓耕种 农田的时候发现的 对 这些东西啊 我知道您喜欢看 这事不着急 好饭不怕晚 咱往后哥哥 咱们来看看呢 在汉武帝茂陵临风土堆 前面的几块碑 这碑有意思啊 现在还有人献花呢 是 我天 看这写的什么东西 汉武帝听了觉得很赞 不是汉武帝听了觉得很赞 我觉得可以 给人画成一个小猪配旗的形象 而且现在你看网上 有人管他叫什么呢 管他叫猪猪皇帝 这其中的道理 您能想到 汉武帝呢 这个 这个 在这个后代有本书呢 叫汉武故事 说他叫刘智 因为他的最初的名字就叫智 智呢 就是猪的意思 就是大猪啊 一个臀是小猪 我们现在觉得 叫猪猪陛下 肯定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事情 但是在 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 它猪呢 至少到现在 说猪的话 形象不是很好 对 但是呢 在中国古代 这个猪呢 其实是一种 财产或者富有的 一种象征 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家 家国情怀的家 那个家就是一个房子 里面一头猪 有头猪 证明这个家里 比较富有 那观众我们看 这周围怎么 还是工地 我们正在搞一个 展示工程 我们现在所出的位置呢 是在汉武帝 地零的内城 这块呢 就是我们的内城的 一个标示 按照我们这块呢 是一个三出雀的 一个雀门的椅子 寺庙呢 都有雀门 这边是南雀门 所以我们现在 做了一个工程 就是把南城墙 和南雀门 给它标示出来 大家更好地了解 那个时代 地零的一个规模 和一个建制 那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上来的 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经营内城了 内城的城门 对 内城呢 是武帝它个人独有的 但是它的地零 零元呢 是包含外城和内城的 比如我们将来要了解到的 李夫人墓 它也是在外城的 但是它是在整个地零 零元里边的 所以它是合葬墓 李夫人墓啊 清博与清城 我们家人难在 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汉笑地茂宁的大石碑了 这我发现啊 挺有意思一个事 你看这个碑客的主人是谁呢 赐进士吉地 兵部侍郎 陕西巡抚 兼督察院又复督御史 家武吉 碧园 敬书 还有我发现 咱过去老说 乾隆是一个盖章狂 动不动各种文物上就盖章 盖不了的 直接刻字 突然发现这碧园形啊 来咱陕西走一圈 它的这个碑记 它的名字比谁都多呀 立了一圈碑 是吧 为啥呀 它干啥的 它不是陕西巡抚吗 碧园呢 你看这写的是 四近士吉地 其实人家是状元 那很有才的 对古籍啊 对文化 其实它是了解很多的 所以它到陕西当巡抚 当了十几年吧 它在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 用我们现代话来说 叫文物调查 重要的岭目面前 几乎都能看见碧园立的碑 但是有意思的是 它立了汉地灵的碑 大部分都立错了 但是茂灵是对的 茂灵是对的 你刚一双 我心里差点没底了 合着来个一错的 不是吧 不是是吧 官长 对 这个它碧园呢 确实中间有几个 是排错了 毕竟呢 汉代的历史呢 史书上记载的都不是很详尽 它在立的时候 受到了民间的一些 各种说法的干扰 但是它在 我们保护方面的贡献呢 是功不可没的 对 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现在后来能看到 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名字 其实对它也是一种怀念吧 对它的一种张表 好 我们已经看完了 茂灵风土堆之前的 几块非常重要的碑客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咱找一两块点的劲 幸福一会吧 这大太阳天的 咱再换个方向 好 您坐兄弟 这么坐着不算不静 这是恭敬的一个表现 自己矮下来嘛 去拜它嘛 对对对 这茂灵风土堆有多高 目前呢 我们测了是48.5米高 我按照人的尺寸算下来 也就接近50米 差不多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变化 周长呢 周长呢 它一圈刚好是 1000米 一公里 它两边 它四边呢 都是240米左右 大概就这个情况 所以走一圈 刚好是一公里 目前呢 我们就在这块 咱在这呢 在五地灵 这两个就是咱们说 刚才那个工地 对吧 就是阔门 它如果复原的话 就这样子的 城墙 它四个边上都有 都有阔门 我们从茂灵这块开始 一直往东 这条圆带上 绵延了42公里 是西汉时期的皇家陵园带 那么这条陵园带 埋葬着西汉十一位皇帝中的九位 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处于西汉年间的话 如果有幸我们可以进来 看到的不是说如此寒酸的一个场景 应该是地表有众多的地上建筑 对 它因为西汉人似死如是生 除过墓堆以外 它修住了很多祭祀用的宫殿 当年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就这馆长所说的话 讲一下 所谓似死如是生 并不是指 仅仅是把它生前用过的 喜欢的都给它搁到地下 在地面上是有仪式的 在所谓的寝殿当中 有的时候有它的神主牌位 有的时候有它的甚至做出来的个人形象 你还得照着它一日四餐的标志 每天要给它做饭 每天要给它行礼 每天要给它汇报 时不时的还得请它出去 周围游玩上一圈 这才叫真正的誓死如是生 把它死了之后 也当活着的时候一样办 所以在陵园里头 就会有所谓的寝殿这样的设计 是吧 对 我就感觉到你好像穿越了 我当年就在这工作 对对对 我倒没说我当年就埋在这 咱溜到这说吧 整个陵区占地多少墨 整个陵区占地的是66.5平方公里 多少 66.5平方公里 这不就是一大城吗 对 他就是希望死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 跟长安城一样 还是要统治整个的一个世界 而且因为五帝是在位的时期 是汉代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所以他也有这种务实基础 也有这种能力了 但让我奇怪的是 您刚才童上既然说 那边东边去正门 那碧原还有我们现在国家文物局什么的 那碑为什么都冲着南边了 都在这个方向 原来在西汉的时候 它是以东向为主向的 后来到了元代以后 还慢慢地有了这种 面南碑碑的这种概念 后边这个碑子 就是清代前中年年的巡抚提到 那个时候人讲究的是面南碑碑 所以他就以当时的风俗 就把碑子立在了朝南这个方向 就是以后代的想法和观念 来推前代的这个东西 但是肯定是错了 那咱有没有考虑过 关长把碑子拿那时候去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目前先把南边这个恢复起来 保证人们现在既有的这个传统的一个传承 我们后边马上就要在东边 把东司马道整个就要打工起来 让参观的人群从东边过来 一个是能看到很多的陪葬墓的一个分布 第二个也是按照原来的定位 能够看到地灵整个的一个全貌 可能看到比南相更好一点 我刚才看您那个土壤有个什么压石种 就是这吗 对 在这边的东南方向 它有一个种 它是据说是传说 传说是这个风水先生 就当时给他选灵这个风水先生 当年给他自己选了一个灵地 放到那了 结果这个灵啊 它这个它埋了以后呢 它埋在那个地方以后呢 它那个灵每天都在长 所以往上涨 所以往上涨 后来大家才知道了 那个地方才是给汉武帝选的最好的地方 哎呦我天呐 他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他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上天也不同意这样的事情啊 就天上下了一块陨石 压着它的那个木种上了 不让它再长了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压石种 现在也有一颗大石头 就在那个种上压着 就是 这个地方我看真的是环境非常好 咱俩还看着兔子了啊 对对是 是我们现在按照这个国家的我们保护政策 就是大椅子的这个原状保护 基本上就是让它自然松开 那你看这三根林子多好啊 瞬间就让我想起了 过去那个 五官都插上一根林子 多有纪念意义啊 但是啊 这真不能拿回去 那当地的打开家伙给放过去 我就想能不能变成一根山林 哎呦我的天呐 现在我们背后的这条大道 其实就是汉武帝林的正道 那条主司马道 是吧 对 是 当时的很多的重大的仪式啊 就是从这 从这个门进的 而且呢 汉武帝这个林呢 也正对的是这个查安城 千百年后 茂林地上建筑的面貌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很多埋藏在地下的珍贵文物 经常是在不经意间重建天日 比如这件国宝级刘金铜马 就是在农民离地的时候 发现的名曰大渊马 汉武帝当年为了得到它 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我们到茂林的博物馆去看看 这个呢 也是在茂林的椅子上 出土的一些刑具 当年武帝在修 他茂林的时候 每年的劳工主要是 刑徒 他们就需要带着刑具 还有在这地方叫劳动 然后死了就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一埋 大概每年他给他修的墓得多少人 大概每年6到8万人 在这个地方工作了53年 我的天啊 就是 在这的也不全都是这个刑徒 刑徒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 可能还有一部分扶摇义的 扶摇义的 还有一些是谁都干不了 人家叫工匠 所以大家话千万别信 什么穿越回去 穿越回去 你未必能实际在地方家 你也绝对不是汉武帝 很大成功了 99.9% 咱都是那个人 一天到晚呢 在这给人家砸石头 拔土呢 是吧 对 这是一个错机银行锡进 当然我觉得奇怪 他是战国的 怎么会在这出来呢 这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从战国 传承到这个汉代了 然后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上 有可能在战国时期就有它遗址 或者是古墓葬 对 但是现在也没有具体的考证 它在哪一个墓葬上出土 这就是一种性 对 这个也是我们广藏的 十汉时期的一件玉制品 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四神文玉雕铺首 它是在门上挂门环的 一件饰品 重是十点六公斤 陕西南田玉 它把四神 朱雀 玄武 青龙白虎 很巧妙的 全部雕刻在这一件铺首上面 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汉代考古中 出土着最大的一件玉器 做工非常漂亮 它的雕刻的纹饰 和它的雕刻的工艺的圆润度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汉代的雕刻 它能够往往彰显出一种特殊的内力 就是虽然有些地方 你看跟我们后期的龙的火形象不一样 没有那么繁复 但是可能正是这种简单的线条 反而极其生动地给你勾勒出来了 这四个我们传说当中的神兽 它们代表的不同方位 代表的不同意义 同时那就能感觉到 这四个神兽那种 凌然不可侵犯的那种形态 组合到一块 恰恰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扑手 而扑手整个外形 看起来又像是一个寿面扑手 但细节上又是如此的精细 那刚才我们可能还是看不太清楚 现在幸会有这种模型 这模型以及所谓的外藏坑 这些相关的内容和知识 麻烦还得填管白老师再跟我们说道说道 我们按照它的一个历史的记载 应该在这个底下 地平下应该在42米到45米深 这个方 我们说那有个说法 就是说是这个墓中有多高 底下的地空就有多深 它这是一个副斗状 底下就是一个正斗状 在正斗状底下中间呢 就是地空 就是方中 皇帝的一些标配的东西吧 就是它金驴呀 皇上提缩呀 包括它的一些陪葬的一些金银器呀 包括边中啊 这肯定都是标配的 那么它大量的东西还是放在外围 那么在这外藏坑 武帝呢除了内城的这150条外藏坑以外呢 在外围还有200多条外藏坑 共同组成了一个400条外藏坑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外藏系统 其实这个外藏坑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呢 它也是仿制这个都翼来建的 每个外藏坑可能有不一样的功能 主要我们现在可能搞不清楚了 因为没有具体的发掘 就是它可能是仿制 那个整个长安床的都翼的那个样子去 这是这么豪横吗 现在我们因为没有大量的开挖 所以目前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它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它为什么会有长短不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安排和布施 咱们不是从史书上看 说它下葬之后没多久 这市面上就出现了所谓的御乡御障 甚至跑到山西还有它的藏经 对 那这不是说 是不是说它早就被盗过了呢 历史记载呢 它那个被盗呢 其实是有记载的 汉朝灭亡之后呢 那是不是大家都惦记着它 赤梅军走的时候 应该是公元的25年 然后呢就开始在这盗 当然这个史书记载说 是打开了那个县门 把那个木门打开 然后呢搬了很久 十好几天是什么 对 搬了几十天呢 然后呢也不见东西见少 你想这里面放了多少东西 这是一次 再一个呢就是三国时期盗墓成风 这个时候呢据说说是吕布 是吧 董卓让吕布来到 但是这个好像也记载不多 对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皇朝的提议的时候 我觉得呢它那个盗的 可能大部分呢 还是集中了这个外藏坑 因为你看这个木呢 就是它这个竹木呢 其实是很难进去的 所以当然现在是不是 也有相关技术来证明 就是汉武帝的地宫 到底有没有被盗 对 有没有相关做过一些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最新的 一个雾探技术的一个探测 就是遥杆雾探技术 那么对于地灵整个这一块呢 地下的地质结构呢 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发现在啊 在这个地灵的这个风土 包括底下 它的土质结构呢 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一次推导呢 就是它地宫是没有被盗的 因为我们调查以后呢 发现这些外藏坑呢 它埋葬的这个深浅不一 当然来被盗的时候 可能就是把最浅的地方 这些这些都带走 因为它太多了 短暂的时间挖 也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对 所以这个众多的外藏坑 也给后市 有一些珍宝的偶然露面 提供了机会 这件呢 我们说是叫溜金铜马 是目前在西汉这个考古中 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金器 铜柱空心外表溜金 是当年汉武帝 依照当年的大渊国探血 宝马为原型 而制作的工艺品 然后把这一件东西呢 送给了他姐姐 杨姓长公主 杨姓长公主死了以后呢 在他的墓葬的外藏坑里边 去作为陪葬物放着了 这是81年的时候 我们当地农民 在劳动的时候 一出头下去 咣一声 就发现了 出来一个金光弹弹的东西 然后就发现了这些金马 这种模具制造的 模具制造 碳阶 溜金 这些技术呢 很震撼 对劳动农民 这个智慧达到这种程度 比如溜金这种技术 我们现在目前 还不能把它复原 原件上的金色 就是在底下埋了2000多年 依然金光闪闪 没有锈掉 所以说是代表了 当时的工艺水平的一个 极高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事也挺模型的 看人家埋地里 2000多年没事 咱现在呢 从某些商店买回来的 那镯子 那佛 它能生锈了 对 这地你就想就把 这里面笑话给大了 这很多 按照当时的金字的含量呢 应该是4个9 99.99 好嘞 下回我们有机会再跑一趟 一定要看一看你的原件 对 这690的一天 几乎就没听脚 我估计要算下来 咱俩今天少说也得走了 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步 对对对 没问题 真看了不少好东西 所以完全想象不到 因为按照书上所说 数次被盗 对 大家可能都以为 没了 古墓葬的规矩 对 石墓九空 对 尤其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帝王陵 怎么可能保存有好东西呢 海光你看看 所以说我们相信啊 这个茂陵 以及这附近区域呢 一定还是有很多 对 珍贵的文物 还静静地躺在地下 我们现在博物馆 就是这个临区之前啊 这个位置 眼看着停车场的位置 前几年的考古发现当中 也找到了大量 带有金银的车马视频 所以你就想 在这旁的66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下 还有多少秘密 等待着我去发掘呢 就拿我们身后来说吧 我们俩今天啊 真的是就觉得 老天啊 24小时实在是太短了 太阳应该时间再长一点 我们俩体力再好一点 后面的这个墓葬 在博物馆的邻区当中 这个墓葬也实在是太重要了 只不过今天天光不允许 我们俩没这么好的体力了 要不然一定得去看一看 为什么 那就是标柄史册的冠军侯 火去兵 对 人家的墓葬在这儿呢 听说现在呢 有不少年轻人 也都喜欢啊 到茂陵博物馆来一次探访 拜一拜 拜一拜 火去兵 拜一拜 未清 是是 这个整个茂陵的这个区域里面 他们的这个风土呢 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而且呢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 其实还是蛮期待的 没错啊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来了之后啊 除了献花祭拜之外呢 还会写上一些贴心话送给古人 我就特别想知道啊 现在的年轻朋友给霍去兵写的信里面 都说了什么 对 什么内容 我们一定带大家好好的探访一下 霍去兵的领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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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